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玉米面小松饼简单好吃的做法 全程手部沾面 营养健康 首先在大碗里倒入200克玉米面粉 70克中筋面粉 3克的酵母 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白糖 再打入两个鸡蛋 倒入300克温牛奶 用筷子搅拌成没有干面粉 细腻的面糊 像这样挑起来能出流线状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醒发40分钟 醒发好的面糊里面都是小气泡 用勺子搅拌排气 然后舀一勺面糊从高厨到垫饼层里 垫饼层要提前预热 一勺面糊能做一个小饼 盖上盖子中小火烙子 小饼的周边凝固 表面有密集的小泡泡丝翻个面 再烙个20秒钟左右 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出凉细做松然好吃 中间没有加一滴油 平常的健康营养 做法也很简单 只需要简单几步 比蛋糕还要柔软 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就吃这个芋面的小松饼 大人孩子都特别的爱吃 中间在家自己喜欢的果酱太美味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